中國在過去三百多年 和西方相遇的時候 慘敗 又被人欺負 又被人打 又被人割句 幾乎被人移民 好在中國一向都是一個國家 不像印度那樣 所以中國都沒有整個被人殖民 不像印度 仍然維持過中國 一路窮窮窮 窮到毛澤東死後 鄧小平開始就拿了一個科學精神出來 他的科學精是甚麼 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好貓 這就是科學精神 你不要這樣理論 跟我說理論是沒用的 最重要是要嘗試走得好不好 走得好就好 走得不好就不好 即是我們的科學原則 科學原則是你不要跟我說理論 先做實驗 實驗結果就證明我騙定錯 一樣 一模一樣的一個概念 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開放就是我們中國人的scientific revolution 而又這麼巧就輪到西方他們那邊 那些人當然不懂得動 他們現在正在說自由民主 自由是甚麼呢 是經濟自由 可以給一些大的公司 壟斷整個經濟命脈 自由做生意 他的自由 民主就是人人一票投票 他認為這是最好的政治體系 沒得變的了 有一個日籍的美國的政治家 Yukahama寫過一本書 對不起 我的人名很少 但我對書名也會記得 就叫做The End of History 歷史的終結 在那裏他本書大致說 歷史已經結束 人類到現在這個地步 就已經得到我們人類最好的政治體系 人類從今以後都會用這個政治體系走下去 當然他講的政治體系 就是我講過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 一個自由的市場去做生意 民主是指 人人都可以投票 選國家領導人之類的 那現在呢 中國就不相信這套東西 哪一回事呢 哪一回事呢 相信共產主義就變壞了 共產主義不是中國的發明 中國是毛澤東抄回來的 是馬克思走過來的 所以 變壞了 中國是毛澤東抄回來的 二十多年 三十年 都仍然這麼窮 鄧小平上場之後 不行了 要試試新的東西 你記得嗎 那時候鄧小平上場時 是四人幫支持 是文化大革命的情況 中國真是一窮二霸 大學都停了 那些知識青年都下鄉做勞改 中國真是很慘的事 但是 就因為這麼慘 所以 也都沒有特別好政策 不要管了 總之放開手 大家試吧 試到什麼就可以了 這個 不知道是 撞了什麼 就將 科學精神 用在政治上面 大家經常說 摸著石頭過河 就是科學精神 我們向前走 不知道前路什麼 我們逐步慢慢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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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緊要實踐上證明得才去 實踐不得呢 落馬這個科學項目 換過另一隻馬來跑 試過第二招 而好好的什麼呢 中國當然是大 就可以分散各方地方試 試到 好用 就是全國推行 這個是 過去三四十年 中國進步快的 最基本原因 最基本就是實事求是 什麼證實到 試過先 你不要一下就跳下去 一下跳下去 你還未懂游水跳下去 你會浸死 蘇聯解體時 俄羅斯一腳跳下去 做自由經濟 幾乎浸死 烏克蘭一樣 他在俄羅斯 蘇聯解體時 是最有錢的國家 但領導人一腳一跳 就跳下去自由經濟 游浸死 再加上他的特殊地理位置 被西方和俄羅斯當戰場 那就死了 變成現在最窮的歐洲國家 香港一樣 不要變成人家的戰場 香港人要自救 不要變成西方和中國打仗的地方 任何戰場都是散了 都是爛了 亦都不要再相信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是一個主義 這個主義現在已經見到它 開始散開來了 已經不成功了 所以現在中國正在行的實事求試 試我先再行 這個是抄了科學革命 不過中國人將科學革命 用在政治上面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大的轉換 很多人都想不到 科學革命以為是科 只是說在自然科上 現在中國將自然科上 用手法 搬來社會科 搬來人民科 搬來政治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亦都因為這個改變 使中國在短短三四十年之間 追到我們中國 過去三百多年所損失的發展 中國現在追上去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這樣可不可以維持 中國人可不可以重新去到世界之瘋 在文化科學上面 再建立一個高點 有沒有可能 那看回Neil Ferguson 那六個所謂 Killer Apps 中國有沒有這六個Killer Apps 有 講競爭 中國裡面那些競爭 內部競爭之劇 之列 簡直是突然驚 你有一個 有一個新想法出來 有人立即抄到你 接著要在你的新想法上面 再改進 這種改進出道是發得很重要的 這是第一 中國裡面的competition 很厲害 所以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在中國裡面競爭勝利 爬得出來成為頭 在世界上沒有什麼人可以跟它爭 例子 華為 我相信 雖然它的手機市場 還未夠三星大 但它已經大過Apple 已經大過蘋果 現在只是座二網一 正在追到三星 追到三星全世界最大的 手機製造商 但是 移動網絡上面 移動網絡設備供應商 已經是世界最大的 即是機站 那些 華為是最大的 所以這個遲早 連手機都被華為搶了第一 有例子 既然有華為 一樣是其他 所以中國其他的 科學好 公司好 隨時有可能 成為世界頂尖 另一回看 每一家公司 它都是有 發展期 接著有一個 很大的 增長期 接著就會慢慢平 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看看幾項 一個就是 微軟 大家知道微軟什麼起家嗎 微軟不是做電腦起家的 它最早是什麼 是 掃車 在地上的膠帶 有些車輪過之後 咳咳咳咳咳咳 我們做掃車 是這樣子起家 當然 微軟那幾個創意人 對電腦很有興趣 狂熱分子 他們在最早成立公司 掃車之後很快 他就拿到當時的IBM的國際商業偷用公司 IBM的一個contract去幫IBM的PC 所謂的個人電腦寫軟件 當時Bill Gates的父母給了Bill Gates一個很好的商業建議 當時他們已經看到了 在東南亞這邊 香港 台灣 把Apple II蘋果2號抄機抄得很厲害 我是玩假蘋果開始的 不是買真蘋果開始 我一部蘋果是自己 我的學生幫我看的 不是我自己看的 買了零件回來幫我看 好 交給我說 多謝我付錢 但是他幫我做的 他Bill Gates的父母看到 從硬件的抄 最終都會轉化去抄軟件 所以當IBM叫Microsoft微軟 發展當時的操作系統 DOS的時候 他加了一個condition 我賣這個版本給你 不等於我不能賣這個版本給其他人 即是說 這個軟件我賣給你 是license給你 不是給斷你 這個是一個 天下第一好的商業建議 他有這個眼光看到 你這幫人在東南亞那邊 可能都會抄別人的軟件 為什麼我不賣這個軟件 抄別人的硬件 因為我不賣這個軟件 你給人家走 初期的PC 是真的抄足IBM 是抄回來的 那又回到這個問題 你抄東西會比別人便宜的 當然你說 哎呀我要發明很貴 這件事是假的 當然在你的投資 發明的東西是貴 但當你一投資 發明後 你拿到市場 大量生產 你一個scale economy 人家抄你 他不知道賣多少件 他不用研發費用 但是他要做設備來抄你 都要錢的 而他這樣抄你 他的產量隨時比你少 亦都應該比你少 因為你抄下來 人家的原廠是大量出的 為什麼會憑人家 後面有很多創新 抄下抄到 那個機本身的樣子 即是那些軟件擺佈的位置 和你原裝不相同 但有一個癢死 雖然DOS可以買得到 但是BIOS不行 BIOS是被IBM license IBM保持這個license 所以你沒有BIOS 所以你沒有BIOS 你的BOS行不到 因為你怎樣都要通過BIOS 跟硬件聊天 怎麼搞呢 抄抄下 除了在東南下的公司抄 美國那邊都有很多人抄 都開始抄 你發明了機器 我都不抄你 雖然有什麼property rights 有些公司抄大了 即是賺到錢 錢多了 這個東西長期被IBM捏著的喉嚨不妥 於是有人想到一個絕世好矯 他就是什麼 他就把BIOS裡面所有的IBM所做的程式 進入點 即是你叫哪一段的程式可以做什麼 進入點 還有做什麼 詳細地記錄下來 有一個人 他只是做這件事 全部詳細記錄 沒有抄你裡面的代碼 點寫 只是記錄了每一點做什麼 將那些定點位置定完 將每一個定點位置做什麼全部抄 抄完之後 這個是specification 不是抄你的代碼 不是抄你的東西 我只是拿你的功能全部弄出來 然後將這個功能交給一個 一個代碼的那些農夫 寫碼的那些 其中那些人混起 不准接觸外面 只是看著這個表 將這些功能全部做出來 要完全是獨立做 沒有看過IBM原裝的BIOS裡面那些碼 全部沒有 所以他要請一些新畢業的大學生 這幫人說明是沒有用過PC 混在一起 在律師監督之下 證明他們是全部自己做的 整個BIOS出來 這個BIOS 沒有違反你IBM的copyright 因為是我全部自己寫的 只是跟著你的spec 從此 這些翻版的電腦商可以買到合快的BIOS 整個翻版事業變成合法 變成今天的各種各大的PC公司 因為PC公司全部靠這個 有人把BIOS做出來 當然了 讓人找到功能之後 有人就會改 於是BIOS一路變一路變 BIOS的Virtual 一路變一路變 就發展到今天的例子 如果我們看回這個經驗的例子 我就說回微軟 微軟於是由DOS轉為Windows Windows今天仍然佔據了 基本上所有的電腦的操作系統 大部份的電腦都是在用Windows 但是很奇怪地 手機市場就被Google拿了去 是不是奇怪呢 如果照實力來說 微軟後面有大把的programmer 有大把的人才 為什麼他會把手機市場送給Google 這個就是每一個公司 有初初 然後找到一個商機 發展上去 然後去到頂之後 就不能再前進了 因為他看不到下個商機 看到商機是一個很偶然的事 不是人人都看到 你讓你看到 加上你能夠騎正的浪 你就可以飛上去 這是一個偶然事件 你人多聚在一起 你未必一定找到這個商機 未必一定 當然機會大些 所以微軟可以 找那麼多錢 可以讓標機成為首輔 是嗎 雖然是這樣 在Google起家之前 搜索引擎很多 除了Google還有Yahoo Altavista還有一大堆手術引擎 Google贏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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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贏了出來之後 看到那個計算的市場 由電腦轉移去移動 所以他投資在移動上面 做了一個Android出來 就把本來我們手機 變成智能手機 這個轉變是Google做出來的 所以Google贏了很多錢 因為他發明了新的東西 蘋果呢 大家記不記得 蘋果電腦 Apple 2的時候賺了很多錢 接著去到Macintosh 幾乎要破產 收尾找回來 D-Shot推什麼呢 什麼救回蘋果的 不是iPhone iPhone支持 iPad支持 iPod 記不記得iPod呢 一個MP3Player 那個就是救回蘋果的 蘋果由iPod 出iPad 接著出iPhone iPhone是智能手機 有了iPhone之後 Google看到智能手機的重要性 出一個Android 所以iOS 是比Android早 這些公司 現在 也都去到他們的頂了 能不能夠繼續下去賺賣錢 看他們可不可以看到下一個商機 如果他們看到下一個商機 可以再走 看不到相機 那你的公司 就這樣 IBM是個例子 IBM創造了PC 但他今天 IBM PC部門 是賣了給中國 你問印度 買了整個PC產業 奇怪 有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要看中國未來 中國有辦法 搶到這個商機 搶到下一個新的 不知道什麼 如果知道的話 每人都會做到 所以大家不知道 是誰可以做到這個商機 找到下一個商機機會 多一點 這個就是 關係到 中國 未來 會不會繼續領先 在 財富 科技 在各方面領先 所以 似乎我說得太久了 所以又斷了 我本來說 三講 還是四講 應該要變成五講 所以 大家 看下一講